苗栗縣頭份糧倉已經閒置多年 因為施工所是要爭取來活化 興建社會住宅 跟近期苗栗縣有新聞資審議會就舉議 把糧倉登陸為歷史建築 所以社會住宅就必須要再找 其他的適合地點來興建 原臺灣省糧食局頭份糧倉 佇立在頭份市最精華的地段 不過已經閒置十多年 現在不但被人堆置雜物 甚至有民眾在門口種菜 曬襪子看起來相當突兀 1942年完工的頭份糧倉 土地面積約270坪 是早年地方糧食儲存與銷售的重要設施 見證了臺灣農業發展史 頭份施工所一度想爭取活化 利用興建社會住宅 但因為建物超過50年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調查審議 苗栗縣有行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現在決議認定具有保存價值 將登陸為歷史建築 苗栗縣新聞官員 到文化資產審議之前 甚至於審議之後 知道他登陸為歷史建築 就還蠻多這種 跟青年有關的團體 他們都有表示 都很有意願想要來進駐 苗栗縣新聞官員 配合我們地方創生的產業 然後青年返鄉 還有青年共創的方向 來修復這塊地方 然後去跟中央爭取經費 來做這件事情 苗栗縣文官局表示 將梅河國產署與 頭份施工所 爭取中央補助 來修建與規劃設計 頭份施工所則強調 樂見糧倉 轉型成為地方創生的基地 至於社宅則會 另尋其他用地 記者 明峰彭安群 妙麗報導